好来我们这边讨论try this 5.1 第一题Explain whether each of the following sequences is an AP so我这一边加2加2加2 我的D1是4-2等于2 然后我的D26-4等于2 我的D3等于8-6等于2 我的D1等于D2等于D3 所以他这一个是AP 然后嗯接着在这一边 我的D1等于-4-1 然后等于-5 D2等于7-4 然后他等于11 然后接着就不用做了 因为我的D1不等于D2 所以他在这一边呢他不是AP 然后我的这个D1等于98-100等于-2 我的D2等于96-98 也等于-2 我的D1等于D2 所以他这一个是AP 然后我的D1等于K加1-K A1 我的D2等于K加2-K加1 然后是K加2-K-1 然后是1 这一边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D1等于D2 所以他这一个是AP 好 好接着我们看第二题 他的这个AP 要我们找的Terms in the Stated bracket So我的A等于3 D等于14-3等于11 然后我的T27等于那个3加26乘11 所以我在这一边3加26乘11 然后289 所以这个的答案是289 我的A等于12 D等于3-12 然后它是-9 然后我的T40等于12加39乘-9 所以我在这一边12加39乘-9 然后拿到是-339 -339 好 然后在这一边 我的A是等于3 我的D等于4.4-3 其实是1.4 所以我的T32呢 是3加31乘1.4 所以我在这一边3加31乘1.4 我拿到的是这一个46.4 46.4 然后我再来这一个A是P-2 D是2P-5 减掉P-2 所以是2P-5-P加2 然后就P-3 So T15 就P-2加14个P-3 所以P-2加14P-4-3-12 3-13-42 然后就15P-44 好 好 第三题 N term of A P是这一个 Find the value of 是27.3 Find the value of A 所以我的A是等于8.1 我的D呢 是8.7-8.1 所以它是0.6 So 我的TN呢 等于27.3 所以我就有 呃 8.1加N-E 0.6 等于27.3 然后N-E乘0.6 等于这一个加 把它变成- 所以 所以 27.3 减掉8.1 然后 我拿到的 会是等于 19.2 19.2 OK 27.3 减8.1 19.2 所以我的N-E呢 是19.2 除0.6 然后 这一边除0.6 然后拿到的是32 32 所以N等于32 32 加1 等于33 好 然后 B的部分呢 它 TN等于70.5 所以8.1加N-E 0.6 等于70.5 所以N-E乘0.6 等于70.5 减8.1 所以我在这一边 70.5 减8.1 然后拿到的是62.4 所以我的N-E呢 是62.4 除0.6 所以在这一边除0.6 然后拿到的是104 所以N呢 会是104加1 所以我的N等于105 好 就是这样 第四题 Find the number of terms so我的A等于negative14 我的D等于-10 减negative14 等于4 我的TN等于46 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就有-14加N-E 4等于46 所以我的N-E乘4等于46 16加14 然后60 然后我的这一个 呃 N-E等于60 除4等于15 所以我的N等于15加1 等于16 好 这一题呢 我的A等于2 我的D等于5 2-2 然后也就是0.5 so我的TN等于29 2 so我在这一边 12.5除0.5 然后拿到的是25 这一个等于25 所以我的N等于25加1 等于25加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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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6 所以N等于26 好 我的A等于88 然后我的D等于72 减88 然后这一边72 减88 然后等于negative16 所以我的TN等于减7 44 所以我的88加N-E 减16 所以我的N-E 等于 减16 等于negative7 4 减88 所以我的N-E so我在这一边 negative7 44 减88 然后拿到是negative8 32 然后我的N-E等于negative8 32除negative16 所以在这一边除negative16 我拿到是52 所以我的N等于52 加1 等于53 ok 好 我的A等于-34 D等于-43 减-34 然后就 34 减43 然后是negative9 so我的TN等于negative430 减14 减14 加N-E 减9 等于negative430 然后N-E negative9 等于negative430 加34 所以在这一边是34 减430 negative396 negative396 所以N-E等于negative396 除减9 so在这一边除negative9 然后拿到是44 所以N等于44 加1 等于45 好 好 第五题 first term N的19 term 是-10 跟44 so我的A是-10 T19是44 然后他要找common difference so T19是什么呢 然后T19呢 他就是A加19-1D等于 那一个44 A是-10 然后SPA D等于44 SPA D等于44加10 也就是54 而D等于54除18 然后拿到的是3 好 接着我们看第六题 他的AP是这三个东西 他要找common difference 然后再找出R 哦 你看啊 在这一边呢 嗯 在这一边呢 我的A是9.2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第六个 所以就是说我的T6等于7.7 所以我的A加6-1D 会是等于7.7 所以9.2加5D等于7.7 5D等于7.7-9.2 然后所以我在这边7.7-9.2 然后我拿到的是-1.5 -1.5 所以我的D等于-1.5除5 等于-0.3 然后我的R呢 是1234 我的R其实是T4 所以是9.2加3 成-0.3 所以就9.2-0.9 然后它会变成8.3 OK好 就是这样 so这个答案是8.3 然后第七题 它的33 Terms 跟Common Difference 是这一个 so T33等于-122 它的Common Difference 是-4 然后它要找A 然后再找T60 A等于什么 T60又等于什么 所以我的这一个 A加33-1D 会是等于-122 so A加32-4等于-122 A-428-432等于-122 A等于-122加128 然后A等于6 so我拿到A等于6 然后接着我的T60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6加59 乘减4 所以我在这一边6加59 9乘-4 so我拿到是-230 -230 好 好 接着我们看第八题 Find the M Term TM of AP in the lowest term Hence find the 26 Terms so我的A等于23 我的D等于12-23 然后这一边12-23 然后拿到是-11 so我的TN等于A加N-1D 然后是23加N-1乘-11 所以它是23-11N加11 然后它会变成34-11N OK 34-11N 然后它要的是T26 就34-11乘-26 OK 就直接34-11乘-26 就直接34-11乘-26 然后-252 然后-252 N-252 好 然后它说N Term of AP是这一个 它要我们找First Term So T1等于6乘1等于-21 6乘1-21 所以我就有6-21 然后它会变成N-25 Common Difference我找T2 OK T2的话呢 6乘2-21 然后它拿到是-9 6乘2 然后我的D呢 是-9-15 OK 然后我拿到的是15-9 6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 我的那一个A是-15 然后我的D是6 OK 在这一边 我的D呢 是我的T2-T1 好 就是这样 So 接下来的练习是SN的 然后我别的影片再来录 一分钟 很快 好 好